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人猜到了吗 没错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国家戏剧院 目的啊 当然是要来欣赏戏剧演出咯 大家常常会说啊 我们一起去看表演 而表演除了用眼睛看 还会用到耳朵来听 不论是演员的对话 或是歌唱 都是用到听觉 而舞台的演出呢 却鲜少有字幕的服务 因此对于想要了解 演员对话与剧情的听众观众来说 可以说是一大阻碍 在两厅院各式各样的服务当中啊 国家戏剧院首次提供 听力辅助字幕的服务 就让我们去一探究竟吧 两厅院的TIFA台湾国际艺术展 已经举办十年了 除了国际与台湾 节目类型多元 近年来也增加文化平权服务 舞台剧《叛徒马蜜可能的回忆录》 首次使用中文听力辅助字幕 测试场的演出 也特别邀请七位听障朋友到场体验 看起来 就是说给书写感染的话 它就是轻轻白白的 嗨 大家好 对不起我迟到了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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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去看表演吧 现在要去看演出了吗 好 一起过去吧 往那边 你今天是因为有辅助字幕 所以来看演出吗 是啊 因为我听不到 需要看两边的字幕来辅助 我以前看过表演 但仅限于和听障 或手语相关的 其他我就没有兴趣了 因为一般听人的戏剧 没有字幕我看不懂 所以也不会买票欣赏 你常常来戏剧院看演出吗 没有 今天第一次 第一次啊 今天为什么会想来看呢 我听说这次演出 有手语翻译和听打字幕 这么难得的机会 当然要好好来见识一下 今天总共有七位听障朋友 来欣赏提供中文听力辅助字幕的 戏剧彩排 他们可是很重要 因为他们代表大家 来测试国家戏剧院 首次听力辅助字幕的效果 我现在就陪着龙朋友一起去瞧瞧 其实两天会一直都希望把共荣剧场变成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目标 那当然首先我们大概都从我们最容易感受得到跟做得到的地方开始 那像是听障 或者是视障朋友们 我们这次找的是龙人 那我们以前都觉得说那不就是手语吗 好像就是搭配这样就好了 可是手语其实本来在戏剧里面执行会有一点点的困难 所以我们这次就采用了听力辅助的字幕 也就是把舞台上的情感跟那个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在字幕里面去呈现 其实对党听众来说这应该是我们第一次做到听力辅助系统的字幕 这是四把椅子剧团和简历尹合作的叛徒马蜜可能的回忆录 透过马蜜与朋友们的生活对话建构出90年代末期 同性恋议题与社会对于HIV代源者的不谅解而被社会边缘化的故事 灵感就是有一些朋友身上发生的故事 然后我就去做一些访谈 然后把它收集起来 然后的确也有可能就是听人社会那个 就90年代的一些年轻人的文化在里面 所以可能这个部分或是一些同事社群的一些文化 会比较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理解 但他的情感也是共同的 听力辅助字幕是由了解听障朋友语言文化的手语翻译员撰写 前期先详读剧本 观看彩排 与剧团及两厅院团队反复讨论文字内容 不仅将演员对话呈现出来 也要将听觉上的音乐音效完整说明 现场测试时则是针对技术部分 如字幕的字数 行剧 集数 亮度等调整字幕 最后再配合彩排 练习切换字幕换页的速度与节奏感 让文字更精准 也减轻视觉的负担 这个计划是在从农历年前 那个亚厅院这边跟公共电视听听看节目这边接洽 其实在剧本拿到之后 然后我们其实去看过他们三次的整排 那只能透过整排才能够看到整处剧的 分工我们就是在 因为邝宇他对那种声音描述的那种敏锐度比较高 所以主要背景音的部分 都是邝宇这边在主要负责 那我主要就是负责那个演员台词的部分 的文稿的音修那样子 去想说这一句如果是龙人的话 他们怎么样读会比较容易读得 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马上要知道 那其实我们有时候在手语翻译的时候 我们就是听到的语言 我们要转换成手语 那过程当中其实有一点点像 我们除了表达文字 我们还要表达它的意思 所以我们觉得说套用在剧本 就是这样的描述里面 可能也是应该要有一个转换的助记 比如说他说这个趴 那趴到他的剧本的文字叙述是用趴者的趴 可是他是可能把party的趴 趴梯 他是用趴梯 对 但是就是声音的 他是算是用声音的转换 对 但是我们龙人朋友 他可能看到party 他的意思是什么 那我们是不是 我们也有讨论过 也许再帮他注解一下 那是一个 你就用舞会好像也有点 不是那么对 不是那么恰当 还是说一个聚会 还是用我们会在这部分 会做一些讨论 还有一些拔河这样 但他后来就有点生气 他说以后绝对不可以再这样子 脾气久了本来就会比较淡 我平常看电视 会看电视下方的字幕 戏剧院的舞台比较大 字幕荧幕呢 是设置在两旁 这跟电视就不一样了 我明白 字幕位置会以不影响听人观赏为主要的考量 所以只能够放在两旁 对我们观赏有点不方便 如果是用平板电脑或是手机 用辅助夹固定在座位 就可以一面看舞台的戏剧 一面看眼前的字幕 那就方便多了 你好 是我的功能 不是我的功能 不是上屏的群 被紧抓着什么 放了 后来才发现 原来这里有没有很多 你看我的家人 记录了一个叫做干马之家庇护所的兴衰起落 它注定是一个不完整 充满空白的纪录片 现在年轻人的文化和用语真让我感到有点距离感 是啊 现在呢 现在呢 现场要进行整理和技术检讨 我们要到场外再进行讨论 好吗 听力辅助字幕测试场演出结束后啊 测试者一起讨论字幕呈现的优缺点 有哪些需要调整 综合大家的意见进行修改 让正式演出看得更舒服 灯亮的时候 字呢 看得很清楚 但灯暗之后呢 环境变暗 荧幕上的字啊 就模糊了 字体可能要再加粗一点 大一点 才看得清楚 否则年纪大了 看久了 感觉到很吃力 对白很长 字幕跟着对白一句一句切换 配合字幕呢 我可以看得懂戏 但是很可惜的是 字幕还没看完就切换了 所以字幕一直换一直换 我知道因为对白的速度很快 但是呢 字幕一直快速的切换 对龙人来说 反而干扰了我们对剧情的理解 不一定能够全部看得懂耶 那我听力的状况 是比一般人稍微好一点点 所以我可以同时听到声音 同时赶快抓那个文字 然后知道说 现在在言什么 在说什么 那因为我自己本身协会也有听打的派遣案 所以依照我们听打派遣的话 我们的文字是一直像流程式的 一直这样慢慢延伸下来 所以如果说我刚刚那句话没有听清楚 或者是我刚刚是看表演 还不知道说要讲什么时候 我可以赶快闪两秒钟回来 然后再回来看那个表演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那刚刚呈现的是一句一句 一句讲完就不见了 然后再一句 有可能我漏掉很多血迹 所以可以有很多种方式呈现 他从更外面的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 标注我可以建议一下 就是说因为有时候 它不管是音乐或那个声音的 其实是延续 可是你们可能又迁就于那个对白 就可能马上就要下掉 其实我觉得那个或许是可以在 留在下面做标注的 就是可以再长一点点 因为如果你迁就于对白 马上就下掉的话 其实真的有时候真的会来不及 因为他们在变化的时候 是同时声音又有讲话的对白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应该可以再留长一点点 就例如说上面 本来是音乐钢琴声 或是什么浪漫的什么 然后可是他们讲话 就是把他 他就是直接对白就出来这样子 可能我觉得会对于听障朋友 会比较多一点点时间 知道那个音乐是什么 会有点时间可以看这样子 这样 好爽吗 刚才听完这么多回馈 我非常的感动 然后觉得很有价值 刚才有朋友说的一些iPad的设置 现在是有的 也有一些眼镜 直接戴上眼镜 关开的时候字幕就直接坐在眼睛里面 但这些都需要投资的成本 但我想这是一条值得走的路 在听障观众体验正式演出场之前 两听院特别安排舞台介绍 要进行的是两听院的导览介绍 由龙人翻译负责手以呈现 听人翻译呢 担任居中的桥梁 剧院此外啊 也有龙导览的安排 以及在戏剧演出的时候 舞台两旁 听力辅助字幕等等的服务项目 一起来观赏吧 来自德国的奇剧公司 还有整修的内容呢 包含了我们的舞台地板 我们的悬吊系统 还有升降舞台 做了非常大的更新 就是我们的主舞台的两旁 两旁 我们工作人员演员在等待的区域 的一个空间 所以当我们分左右边的时候 会以演员的角度来区分 所以当我站在舞台上面的话 我的左手边就是左舞台 那我演员的右手边 听障观众依序入场就座 准备欣赏台湾第一次 提供听力辅助字幕的正式演出 好了吗 这本日记记录了 马蜜跟叔叔 从在一起到分手的过程 我一直在想 马蜜是不是叔叔 离开家的原因 我是阿凯大学同学 赵倩廷 分手的情况 其实不太清楚 演出中有演员的表情 走位 及投影灯光变化 有时候不同舞台区位 同时有演员在表演 再加上舞台两侧的辅助字幕 这么多同时发生的事 每位观众却只有一双眼睛去看 这样子是否会影响 听人观众观赏呢 谢谢 后来我才知道了 干口 他常常在家里开用药帕 是马蜜跟警察高明 这位是高老师 高老师很会组织活动 他可以帮我们理清一些 面对媒体的论述 这位是小仔 小仔跟他介绍一下吧 哈喽大家好 现在是要出柜子吗 都可以 我还没有感觉 我怎么会写POP啊 小仔啊你很可爱 嗨 我自己在看演出过程中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受到干扰 那当然在视线上面 会忍不住想去看旁边的字幕 那其实对我来说 偶尔还有一点点辅助的效果 有时候坐比较远 真的听不太清楚 字幕还有一些辅助的效果 当有音乐出来的时候 字幕会特别解释说 这个时候有什么样的音乐 这时候氛围大概是什么 我觉得他解释得非常好 我自己是一个很习惯 有时候会看字幕 有时候不会看字幕 所以我觉得影响不会到这么大 可是在某部分情节上面 可能在这个剧情比较 最后面的时候 可能因为这个字幕一直在旁边 持续出现在场上 可能多少会觉得眼睛 会一直被飘过去 总体的演员就是不会到影响太多 但是时间久就是会有一个视觉上面的疲乏 我今天看戏主要要知道演员 他表达他的意识 他内心的意义 都要依赖那个字幕 要没有那么字幕的话 我只有看他在匕首画脚 我没有办法去了解 他虽然有声音 但一个带助听器的人来讲的话 他那个声音啊 会产生有一点共鸣的状况 就会不太清楚 只能有时候听懂一两句 然后才去拆它全部 那有字幕是相当的好 这个算是画迹来讲算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听力辅助字幕的使用 需要表演团队 演出场地 以及软体硬体的多方配合 过程中集结许多人的心思时间 以共好共融的心态完成 踏出了身杖文化平权的第一步 各位前两天参与过彩排场 今天再度观赏 经过前两天字幕测试的建议跟调整之后 各位认为两场的成果有没有差别 观看有更舒适吗 小白你觉得跟前天比起来怎么样 今天看得很清楚很过瘾 前天刚开始看很吃力 字幕字体太小了 速度又快看不清楚 而且有时候对话太快会跟不上 今天调整过后的字幕 看得很舒服 我好像主要都看字幕 反而比较少看舞台上演员的表演 会盯着字幕看 因为担心两边都看会漏掉字幕 作为安排得很好 从中间视野看向两边 字幕跟舞台演出交替看 不会漏掉剧情 都看得懂故事在说什么 整体而言 我觉得字幕舞台还有灯光的搭配 看得很舒服 好看 其实我们都一直很希望科技越来越发达 能够协助我们解决一些问题 我们自己以前也参考过欧洲的一个范例 就是说在那个想要在所有的座椅前面 都加一个小小的荧幕 可以上面可以打字幕出来 可是到最后真的欧洲剧场在做的时候 就发现说那非常干扰 因为你坐在后面的你就会发现 前面有几百个荧幕都在闪字幕这样子 现在我们好像还没有找到一个真正好的科技 但我们总是相信说日久 新的科技会一直不断的出现 那我们必须要随时随地的跟上那个脚步 我们才有可能再重重去找到我们自己的解答 谢谢 在看过节目演出之后啊 您是否还沉浸在剧情感到意犹未尽呢 推荐大家 如果有时间可以和朋友相约来看戏 让看戏呢 成为听障朋友增添生活情趣的选择 艺术表演为盲 龙 身障朋友 加入的各种贴心设计 成为多元化服务 这可是未来的目标与趋势啊